好 主席、各位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 水利署陽署長 陽署長 委員好 楊樹長你好 楊樹長本席要請教你 我想因為現在很多 民眾都在關心 到底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都知道 最近雨量比較少 那 水利署在這方面要實施 階段性的限水 那第一階段 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開始限水 根委員報告 目前全省各地區已經實施 第一階段限水的地區 包括從石門水庫的供水區 從桃園、新竹、苗栗 到台中 以及彰化以北 那這個限水的時間 是在今年的3月下旬 到4月1號 這個時間開始發布的 那它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幾個供水區 目前水庫的蓄水量 是比較不足 但是我們的一階段限水 是在夜間 對於用戶做減壓供水 所以基本上 對於民生用水的部分 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說是在夜間的時候 去調控 對 那 要是進入第二階段的時候 是什麼狀況之下 進入第二階段 是 二階段的限水 目前我們都有設定了 這些重要水庫 比如說石門水庫的一個警戒值 以石門水庫為例 我們的警戒值 是4000萬噸的蓄水量 那這個蓄水量 以現在 今天早上的這個蓄水率 是5890萬噸左右 換句話說 是還有一段時間 那這個警戒值 目前我們評估 會在5月中旬 到5月下旬 會進到這個警戒值 所以我們在最近密集的 在就水情的控制的部分 做研討 那這個禮拜 石門水庫 以及剛剛提到的 一階段限水的各供水區 都會有進一步的檢討的這個計畫 那最可能二階段的限水的時間 會是在5月下旬 5月底 或者是6月初 假設這一波 5月底6月初 要是說 沒有再多的水進到 雨量進到這個水庫裡面 那可能就會 進行第二階段的限水 是沒有錯 所以說我認為說 像水利署在這方面 這個要多加宣導 讓民眾知道說 這個要節約用水 供體時間 好 那個署長 那你就請回 我請那個 農委會 副主任委員 農委會副主委 農委會副主委 委員長 呃 王副主委 是 本席要請教你 因為我們知道 最近 這個馬總統宣布說 我們這個米價 收購 收購 我們這些 這個 道座 今年第一期的道座 要從每公斤23塊 這個 調升到26塊 我想 這是一樁美式 但是 我們都知道 宣布以後 有一些糧商 開始就 崩台 因為第一期 第一期道座還沒有收成吧 一期道座大概5月上旬 從屏東開始要收成 對啊 五月上旬都還沒有收成 但是 我們都知道 最近 很多 那些賣自助餐的 大家掛掛叫 因為那些糧商啊 就從 自助餐 他們每天需要的 這些米 當然 就是 飯一定要用的 要煮飯 要煮很多啊 米用的最多啊 結果 他們已經開始漲價 那漲價其實這些米商 他們 這個 糧商啊 所拿到的這些米 都是去年啊 收成的米 並不是第一期到座的米 換句話說 他們有 烘台啊 這些等於是米蟲啊 那站在農委會的立場 你認為這些投機的 廠商 農委會要怎麼去做 最佳的處置方式 第一個 農委會已經在昨天宣布 要立即釋出 我們工糧 一萬公噸 來 遏阻 這樣一個短期的操作行為 那釋出工糧 你有沒有一個 通路一個管道 有當然有 不要釋出工糧 全部又給那些 米商全部再去囤積 那反而造就 讓那些米商有機可乘啊 報告委員 因為 今年第一期的到座 五月上行就開始 所以 這一次我們選擇 二十六號做這個宣布 其實是有考量過的 是希望這一次的調漲 真的能夠受費到農民 這個 短暫的 中空 這一段期間 我們就是用工糧的釋出 另外一個就是 要 檢查到底有沒有 不效的糧商 做囤積的行為 這個也 同時在進行 因為我認為說 這個是政府的一番美意 但是這番美意啊 不要讓那些黑心的米蟲 來炒作 蟲蟲來撈一筆 而且 你看那些 這個 只要跟賣米飯有關係 不管是餐廳啦 飯店啦 自助餐等等 他們在這段時間 都叫苦連天啊 因為 這個 剛政府的政策 還開始啟動而已 他們就遭受到 因為我們都知道 很多物價都蠢蠢欲動 那你要是說 這些米糧再 經過這樣一烘台的話 那更不得了啊 所以說 我希望農委會在這方面 要加強的去注意 防止這些糧商啊 從中來得利 齁 而且 最後受害的都是 無辜的消費者 是 你認為應不應該要這樣做 應該 齁 那那個 那個工糧哪時候釋出 立即釋出 立即釋出齁 對 好 要釋出一萬噸就夠了 就 就可以平糧嗎 第一階段先這樣子 我們會研判 那事實上新糧 新到馬上就 就上 好 我希望說這個齁 這個要立竿建議 你不要讓那些有操作的空間 是 那你請回齁 我請經濟部 那個 經濟部林市長 林市長 林市長 我想最近這個油價齁 這個 要照顧這些 弱勢的 因為油價一直在結結高漲 齁 那要照顧這些弱勢 有 你認為這些弱勢的這些 定義啊 是怎麼去認定的 這個主要是以 多數 他是以這種 用柴油 汽油 作為一個主要原料的這幾個業者 主要的這個成本佔比較高 高度的業者 包括大眾運輸業 包括這個 這個 魚用的這種 用魚用的柴油 另外在這些 一些計程車業者 這個都是屬於政府 那 上個禮拜 所公告補貼換案的 適用範圍 全部都是弱勢族群 族群 對 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包括農業的這個漁船 包括計程車 包括大眾運輸工具 這個都是在這一次的 適用的範圍 所以說次長你從5月1號開始 就是 根據這些相關的 運輸業的這些 油價 行政院說 大眾運輸工具 不漲價 那請問這個補貼換案 要維持多久的時間 目前暫時實施三個月為期 三個月以後再試情況 再做進一步的評論 那如果油價持續的飆漲 政府會不會一直延續下去 目前就是 因為今天也有部分的業者 說這個補貼幅度小 主要是因為他油價還沒有 還沒有上漲 如果這個持續的一個上漲的趨勢 這個差額補貼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目前暫時定三個月為期 到時候再來決定 所以說是三個月以後再來做 看怎麼後續怎麼做 是的 好那個交通部好不好 交通部也請上來 那個葉次長 葉次長 我想今天 這個很多客音業者 他們特別針對不滿油價補貼有限 所以說客運業者 他們照常一樣要漲價 他們認為政府補貼的不夠 那因為全省現在有一千多條的這些客運的路線 那要是說他們要漲價的話 那政府要不要補貼 那個如果 因為基本上呢 這個我們公路的那個票價的機制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們核定了一個上限 在核定上限之後呢 那在這個上限內呢 他們只要跟我們公路總局報告了之後呢 他就可以在那個上限內的漲價這樣 換句話說 那過去呢 過去呢 他所謂的這個價格呢 事實上在上限之下 那現在還是在他上限的權限內呢 其實他是有權 在這樣子 等於是原來的優惠折扣呢 他不再 他取消了 他不再有優惠折扣 但如果說呢 他們在這個階段呢 他把他的這個 他還是要在他的上限權限提升的話 我們會考慮呢 就是那個 票價這個補貼的 油價補貼呢 可以來考慮取消 我認為說 這個二則一啊 你竟然要漲價 這個你就 站在交通部的立場 就不能再給予補貼 也不可能說 他也要漲價 交通部再給予補貼 因為你補貼啊 畢竟這些名子名高 大家繳著稅金 然後去補貼他 主要就是希望說 他不要漲價 但是轉個角度 他又要漲價 又要拿政府的補貼 當然 這個是不合理啦 二則一 我認為 這樣比較適當 你認為呢 對 我們也是這樣認為 就是說 如果他那個 就是他的折扣呢 既然他提到上限 那我們可能就考慮 因為那個交通部陸政司 副司長林國賢 對大眾運輸票價問題 解釋說 票價不是上漲的問題 而是 優惠方式的調整 也就是說優惠 所以弧度減少 那請問 油價居高不下 大眾運輸票價 是不是 回基本面 這個 來加倍調漲 這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知道林市長的那個意見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補貼政策 三個月後我們會檢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所有的這個票價呢 我們是每半年 我們是每半年核定一次 那就是說他只要調漲之後呢 他如果說在這個 跟我們核定之後呢 我們是半年之後呢 才有機會呢 讓他有機會 重新的來看 考慮那個票價 是不是要調漲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看當時的市場狀況 油價 多方因素做一些考慮 我認為 油價 票價 當然這些都是有連動性的 那當然最重要 民眾啊 這個 最直接感受就是 你什麼都賬 那其實這次公務人員 調漲薪水一點點 那其實啊 可能還不及其啊 但是我們要是政府的立場 能夠嚇阻的 能夠要求的 站在平壤 物價的立場 應該要去盡量去把它控制好 對 對那個公共運輸部分 我們會特別注意 好 謝謝 好 感謝